日前有民眾使用知名品牌 麗氏香皂來洗澡 感覺被硬物刮到 發現香皂裡面有一片 疑似塑膠的異物 向客服反映 只得到回覆是會由 栽培外送員來回收問題的香皂 直到今天下午 業者才派了兩名的代表 和當事人來溝通 業者表示香皂是在印尼製造的 會帶回檢驗 瞭解生產流程 而北市衛生局也派員機查 後續將依化妝品 衛生安全管理法來處辦 就是這塊藍色香皂 讓高都近視看不到香皂表面 是否有危險物的蔡先生 洗出一身冷汗 蔡先生說十五號 他在家中打開這塊 全新香皂洗澡 往胸口一擦 卻赫然有被硬物刮到的感覺 我還看一看 才發現裡面有一片疑似塑膠異物 這片疑似塑膠異物 讓蔡先生嚇到不敢再用香皂洗澡 向客服反應 一開始對方回應 會請宅配公司上門回收商品 讓蔡先生覺得不妥 因為他想知道究竟是哪個環節 出問題 十七號下午蔡先生也和業者碰面 回收問題產品 目前業者將問題相照帶回公司檢驗 也會對生產流程做全面瞭解 不過蔡先生說他不要求償 只希望業者查明原因 背書衛生局表示會派人稽查產品製程 而一般民眾如果碰到這種狀況 除了將問題產品拍照搜證 也能循法律途徑求償 有關問題相照還有帶調查 雙方采清原因 只是原本放鬆了洗澡 卻發現香皂有異物 所信民眾沒有因此受傷 記者原始郭俊林溫震衡 臺北 台南報導